大家我是曼谷 好像很多天没打丢人格实战了 今天来吧来吧 看看自己有没有退步啊 那么依然是叫上表妹跟我一起开黑 虽然名字被打了马赛克 但是相信大家都能猜出来 没错 条先知就是表妹啊 毕竟他只会玩条先和祭司嘛 哎呀真的不重要啊 因为这么也没他什么事 他纯粹就是来打个酱油而已 刷刷存在感嘛 好凶了一会机子 先知就被监管找到了 没想到不是表妹招鬼啊 看来这段时间没完 监管都不认得他了 再看回先知啊 这时候先知已经被吓得把大鸟逃出来了 虽然暂时死不了 但是也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因为大鸟一出 就意味着基本上已经溜不动了 接下来就要被抓了 哦 果然大鸟刚飞走 先知就倒地了 很快啊 四成五佑就算是苗岛了 好吧 对于苗岛的人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处理吧 鸭满旧啊 而且先知被挂到了地下室 那就更加卖掉了 好的 要休了一会 看到树散跑去找调酒师了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可以 这是个机会啊 那我赶紧去救一波 先知吧 没想到树散最调酒 就像瘾了 居然没回来守地下室 那我就不客气了 直接走下去 把先知救了 但是我突然发现 我居然没有带博命 哇擦 原来我一直带的是塔罗国王的天赋 这就尴尬了 而且这时候 先知已经赶回来了 很快啊 幸好先知还是会玩的 成功把树散骗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 我没有替他扛刀了 谁叫我没带博命 把别人给坑了呢 而且扛一刀还不行啊 还要扛第二刀 不然先知 还是跑不出这个教堂啊 好的 第二刀扛完了 流了流了 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他自己了 大腿好像有人修机 我去找他摸一下吧 但是我走雷段路 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 我怎么还有心跳 尽管该不是在追我吧 当时我一个回头 我擦 尽管果然在追我 我的天哪 我还以为他会去抓 那个上官非得先知呢 没想到看上了我了 而且我已经走到遗产机这边了 这不就是直接死在遗产机 干扰队友修机了吗 我去 是我大意的啊 没有远离遗产机 这个情况就尴尬了 好吧 就这样我被挂在了遗产机旁边 调酒师也被吓得不敢休息了 但是好在我是个新屁股 应该能坚持到表妹跟先知要好机的 就在这个时候 调酒师突然干了一瓶酒 看来他打算来救我了 过烟就能撞胆了 但是等他过来 我估计已经过半血了 糟了 调酒师已经被发现了 而这个时候 他的血还没有回上来 就差那么一点点 能不能成功呢 哦 漂亮 就在素伞出道那一刻 调酒师的血回上来了 很快啊 素伞也承认是调酒师先回上了血 但是素伞没有收手 啪的一下打在了调酒师脸上 要把调酒师打成了残血 这年轻人不见不得啊 没有做到传统武学的点到为止 好的 既然我被成功救下来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跑掉 被素伞在屁口面 咚了一下 我还没来得及伞臂 又被素伞啪了一下打中了 很快啊 我只能转身杂板 希望能再拖一点时间 因为先知已经快压好机了 好的 素伞一把伞扔了过来 我果断翻版回去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我看得出来他当时很震惊 接着我一波呼唤又弹走了 这次我没有大意啊 没有再给他机会 但是他还是跟上来了 他一个年轻人欺负我这么一位老同志 这样好吗 这样不好啊 我又一波呼唤弹下大门 这次我的队友正在开门 但是我赶到的时候 门还没有打开 看来这里还是要牺牲一个人了 素伞已经跟上来了 很快啊 调酒师啪一下被击倒了 但是幸好在他倒地那一刻 他们已经打开了 看来这局还是很大机会赢的 而且素伞不敢过调酒师 要跑去捉先知了 捉一个他不想吗 非要想着捉两个吗 这样好吗 这样很好啊 他跑去捉先知 我就可以把调酒师摸起来了 表妹那边已经开门了 好的 这把就这样赢了 我劝这位年轻人了 以后浩子为之啊 不要想着捉用兵手一场就能赢了 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 小聪明啊 好谢谢朋友们 再见